成家大女儿哀痛抱着幸存的毛小孩糯米 怎么也没想到妈妈 妹妹和外甥 三条宝贵性命断送在狠毒的张姓男子手里 她还以为妹妹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 却是悲剧的开始 成家二女儿跟前夫离婚后独自抚养儿子 她在八大行业上班 因为一场麻将排局认识小她六岁的张姓男子 两个人姐弟恋农情秘义 2022年结婚之后 张姓男子就搬去跟祖孙三人一块住 居住的这一处高级社区月租金要四万块 加上生活开销全都是靠太太一个人养家 张姓男子24年来 只短暂在手机的维修店工作过 据传这些年来又沉迷赌博累积大笔的赌债 一年多前跟岳母借了40万还债 但她没有停手继续到处欠钱 走投无路成了诈其通缉犯 张姓女婿去年将自己的银行账簿 转卖当作人同户来贩售 又在网络上贩售 虚拟游戏币却在买家汇款之后 没有如实交货挨够炸击 而检方传唤她 她没有到在4月30号才将她通缉 而陈家传出最近几个月疑似击欠房租 房东打算不续租 没想到先是传来噩耗 邻居则透露 看过南童脸上有伤 南童是不是深浅就被虐待 社会局没有接到通胞 但小小生命来不及长大 跟心爱的妈妈和外国惨遭杀害 张姓男子犯下三死灭门案后 只因为不想弄脏自己睡的房间 居然把太太的遗体搬到岳母的房间去 逃亡时搜刮太太辛苦赚的血汗钱花用 拿走太太的粉红色行李箱 背走妓子的鲨鱼图案背包 又带走岳母生前爱犬糯米 人尽逃亡足无惨逆 一点都没有良心不安 狠毒的张姓男子被抓后 喊着说希望判他死刑 他也不想活了 网友说看到他报苟进警局的画面 就算他说不想活了 法官也不会判死 网友PTT发文 被捕时不忘心爱的薄梅犬 是不是想证明良心未敏 免死稳了吧 底下回文 可教化有悔意稳 未达两公园之最大恶极程度 还有网友说赌八成五不会判死 或无限期不执行枪决 脸书上网友则提到 爱狗人是暖男可教化 人可以杀死 狗却疼爱有加 这个社会是怎么了 法官会说 他抱了一只狗 可教化 无企图行确定 既然爱狗怎么会对人如此冷血 难道人不如狗吗 有教化的可能吗 张姓男子冷血多头三条 保贵人命 是人命如草芥 杀人犯带狗亡命天涯 进警局也紧紧抱着狗 会议举止 引发热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